掌声欢迎李玉登场 什么意思 先来侠客吧 侠客 欢迎李玉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这是我们的规矩 我叫李玉 既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导演 大家有没有觉得李玉长得有点像谁 谁 谁说了个动画人物 光头墙 有人说谁 李宝田 李老师是吧 有人说过吗 有 您认识他吗 对我认识 熟吗 挺熟的 认识四十多年了 认识四十多年了 您是他的 我是他儿子 历史表演艺术家李宝田老师的儿子李玉 再次掌声欢迎 太低调了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就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一个导演家看到了几幅画 他告诉我是玉树的一个叫立民职业学校的小朋友画的 他们大部分是一些诗学的慕名的孩子 然后我就想 那我说那我正好要参加一个节目 我说奖金能不能给他们买颜料什么的 说那太好了 于是我就来了 这事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也是付出你的一份爱心 那我们就为你加油鼓励 全场的朋友们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旗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六柜辅助宝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咱先慢慢来 第一扇门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来吧 请按下门铃 我松手了 太简单了 你怎么笑的那么 这是我女儿每天早晨坐早餐时候的歌 你女儿坐早餐听这歌 叫京中报国 对吗 对吗 太简单了 你先把这正确答案放一边 你女儿多大了 四岁 四岁的小姑娘 每天早上听着京中报国的音乐 像这个 真的 随你啊 那我们就开一开试试第一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旗 对了 对了 好 哇 哇 哦 哇 哦 风七军马长四肩起如霜 心思荒河水茫茫 二十年总恨见谁能相抗 恨欲狂长导所想 多少数族春风埋不他乡 何惜百丝宝家国 人叹息耕目与血泪漫黄 马蹄难去人被忘 人被忘草青荒城飞扬 我愿收途不开脚 当当中国仰慌四方 白红 我刚在后台看到他 我真没认出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歌手云飞 这次掌声送给云飞 谢谢 恭喜你 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接起来 还有好几扇门在等着你 来 第二扇门 请按下门铃 加油 有了吗 有了吗 万里长城 永不倒 对吗 太简单了 对我也觉得这导演 这太简单了 选手主动提出歌曲选的太简单了 所以从下一扇门开始 难度增加 让他猜不出来 这个人老是说错话 歌名叫做 万里长城 永不倒 确定吗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起 对了 悬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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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睡百年 国人战已盛 真开眼霸 小心看霸 哪个愿 神老致赢 人为为属于忍仰 人格要喜人性 开口叫霸 高姓叫霸 这女是全国戒兵 历来强盗要侵入 最终别送你 哇 你长城永不倒 千里和我水滔滔 江山秀礼 叶彩风凌 民国国家那将烟灰 冲开月露 挥手上坝 知力国家众兴 喜人国口 在周前打 这谁知 也成 好 哇 太棒了 我妈掌声送给 来自首都体育学院的同学们 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 恭喜你家庭梦想 今天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咱们不要着急 一点一点的层层累加 刚才那歌 你歌名猜出来了 你知道这是 我就是那个时代长大的 你是那个时代 当时是万人空巷 霍言甲 霍言甲的主题 对 那个时候心中是不是已经 有了武侠梦 对 从小就觉得自己是 少林寺的绝远 视频人传里的 郭靖 霍言甲里的霍言甲 最似也是陈真 就想着演主演 没想到最后 落双成 求千人求千丈 怎么回事 为什么 分析过原因吗 小时候觉得自己长大 应该能长得挺标致的 比如说 像我这种 但没想到长错了 我觉得你演的那些角色 塑造的也非常的深入人心 你给我们罗列罗列 说一说 两版射雷云传的 第一版 张继忠版的是 铁掌水上飘 求千人求千丈 第二版是 胡歌版的射雷云传 演的是 老丸童朱博通 天龙八部里头是 南海恶神 后来和武侠就 无缘了 是因为 化妆 那个沾胡子过敏 然后又加上 从小虽然练过 但是也路子 这遍体鳞伤 很辛苦 不管咱演的是主演 还是配角 还会继续下去 算不了 来吧 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准备好了吗 好了 来吧 请按下门铃 加油 雪山飞狐的 歌名叫什么 追梦人 追梦人 得意 我还没公布正确答案呢 好吧 换题 那完了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一 对了 没问题 谢谢 昨天 很少 一 bos 张 半个 千 encouraging 多少 破珍不觉 这城市的历史 一期 去了 你的笑 红红心中蓝蓝的天 是个生命的开始 春雨不眠 隔夜的你曾通不眠的日子 看不看一眼 大漠让红颜首碰着 青春无悔不死 永远的爱人 当流浪的足迹在荒漠 写下永久的回忆 飘去飘来的笔迹 是深藏的激情与你的心语 见证风湿轮回中 谁在声音里徘徊 痴情笑我反俗的人 是终难切的关 欢迎歌手白若曦 拦不住你啊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三千人 我给你聊聊你拍过的武侠电影当中 你是不是真得学一点 对学点学点 真才实料 你功夫好吗 我这不是真不会 多亏了提身了 提身帮你忙 特别辛苦 那你自己多少得会点啊 我有个外号 不怕你笑话啊 什么 我外号叫李三招 李三招 对 三招也是招啊 只会打三招 多一招 然后晚上 对不起 想提身吧 来 给我们展示一下 都是哪三招 大家想看吗 李三招第一试 差不多也就是 一下你打 然后 我也打 然后再这么一下 然后怎么 再这么一下 然后人家说 再这么一下 然后一转身之后站起来 第四招就忘了 你就这样拍武侠片啊 对 我就是李三下 就是 忘了 还不错 这是我见过的打得最好的最拳 原来这套路你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当然了 行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聊一聊礼遇的武侠梦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开门啊 第四招门五千元 准备好了吗 请按响 门铃 前两生的时候 我以为是上海滩的 好像是那个东城西旧的 好像有谱了 我是大英雄 你是大英雄 我是大英雄 你是大英雄 有白手的 有说不对的 也有说对的 你还是我 不是我是大英雄 不是我是大英雄 我是大英雄 谁是大英雄 我觉得你有点太自大了 还我是大英雄呢 得罪编导了 得罪主持人了 你要不你就走吧 你最终确定一个答案 谁是大英雄 谁是大英雄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 没错 感谢观众 接着 好武功 问世间多少个能上高峰 成功 微风 男儿有多少真的是英雄 谁是大英雄 是痛 悲痛 问世间有几个绝对促动 南北 西东 不去定断 也不去跟候 谁是大英雄 谁是大大英雄 谁是 谢谢 谁是大英雄 谢谢华弟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是东城西旧 是吧 对对对 对不对 太经典了 当中的一首歌曲叫 谁是大英雄 恭喜你 你现在绝对是英雄 你的家庭梦想局局 已经进来到了 五千元 是谁喊了个三万 哪个小朋友喊的 那钱你出 大家都希望你 能走到第八扇门 我估计够呛 我相信 李宝田老师 对你这儿子 也期望很高吧 对 他对你的影响应该很深 我觉得失望也挺高的 失望 对 因为没有按照他的既定路线走 他本来想 完全想让我当画家 没按他走 然后想让我按照 他规定的表演方式 我也没按他走 我听话的孩子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失望也挺大的 我咋听我们导演说 李宝田老师连 连你的婚礼都没去参加 对 但是别人的婚礼他去了 别人的婚礼他都去 你结婚他没去 当时我结婚的时候 他敢拍一个叫 叫永不回头的这么一个电视剧 好像没嫁 就没去成 我天 然后 戏比天大 比儿子的婚事还大 他两个女儿的百日宴才没来 他就这么一个人 那你心里会有怨恨吗 没有 因为这个行当真的是 你一旦进入这个工作范围了 然后 走不开 没法走 走了剧组损失几百万几百万 那肯定是 我觉得他们老辈人比我们这代要 对艺术更执着 对对对 那今天显然李宝田老师应该是没有来第二现场 给你当亲友团了 我给他说来着 我说能不能到时候打电话呀 他打说呀 他说 没空 不想 不想 谁 什么开门大戏 没听过 没见过 没看过 给他说了 小妮 不认识 认识 认识 真的 好荣幸 那今天你的亲友团都来谁了 我丈母娘 我老婆 我俩闺女 都来了 都来了 挺全 来连线第二现场 船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嗨 看到了吧 我们这边就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真的 真棒 这是爱人 两个姑娘 哎呦 这位特别年轻的是丈母娘 真是年轻了 现在的爱人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李玉在上面 伸龙活虎的 摆了几招 看出来也没练过什么 是吧 当年是不是通过这几招来征服你的 吓唬你的 没没没 他没有用几招 他用几招就找定了 是吗 你用什么招说 就续寒问暖 然后当他到北京的时候 然后他看冷嘛 然后就扎进去里买双雪地靴啊 什么的 就什么都给你备好了 就特别关心你 是吗 但是我觉得还有个疑问啊 就是一上来我们就说了 好像看上去这个形象呀 身高呀 和这漂亮的姑娘 还有一定的小距离 是吧 就是你当时心里有没有觉得 虽然关心我 但是女孩有点小虚荣 我想找一高大威猛的帅气的 想过吗 没没没 我妈说的妈帅当不了饭区 主要是妈妈 这丈母娘的意见很重要是吗 对 我觉得反正就说关心人 就说对女儿好就行了 其实帅都会老的 是吧 帅也不能保持永久的呀 真看不出来 小妮你得好好学学 像我们这种帅也不能当饭吃 我们老了也没啥用了 算了吧 小妮 说帅不能当饭吃 也不是说你 你还到不了帅的那个程度 你什么意思 反正我们就要为这个超级奶爸加油了 好不好 小宝也过来 我们为爸爸加油 来宝贝 爸爸加油 加油 太辛苦了 真可爱 也看到这画面你心都画了吧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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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按下门铃 加油 完了 不是 我觉得我肯定是得罪你们了 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不放陈真传啊 舍连心传啊 我们也是个很年轻的节目 你知道吧 我最近我会的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呀 怎么办 你求助我 你可以求实在想不出来可以求助我 求助 真的求助 真的求助 求助亲友团 我另来的时候呢 有个人给了我个锦囊 说是实在答不出来的时候呢 就要用了 我现在用行吗 锦囊是吗 对对 锦囊来了 哎呀老胡 这是你的锦囊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胡哥 听说李玉老师要去参加开门大集了 我在这里 祝你取得好成绩 如果有答不出的题 不要死扛着 给我打电话 远程求助 胡哥 没长输 哦 没长输 对对对对 太火了 他给你的锦囊就是让你给他打电话 对一直用锦囊嘛 哦 那怎么办 他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打 打打打 赶紧的用你的锦囊妙计 胡哥说了给他打电话 胡哥 喂你好 老胡 真的是你吗 嘿嘿 李老师你好 是我吗 李老师还是你老师 李老师 李玉老师吗 哎呀 哎 还有你老师吗 对啊 他看不见我们 他只能听得见 胡哥 今天既然你让李玉用了这个锦囊妙计 我们就给你一次特权 让你再听一遍这个门铃 你要是能猜出来 李玉就能拿走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你要是都猜不出来 帮不了他 他之前积累的五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就没有了 明白了吗 是不是兄弟 就看这首歌 就这首歌很重要 你听好了 来 三 二 一 完了 嗨 喂 喂 很耳熟 你别光耳熟啊 最近不是播了很火的一部一部剧吗 叫华天国里的歌是吧 是吗 咱们公司那个导演 我师姐导的那个戏啊 华天国 对对对 林玉分领导领导 领导 但我却不知道什么歌 你知道歌名叫什么吗 不可说吧 你确定吗 什么东西 不可说 你确定吗 我确定 这不可说是歌名啊 歌名 他说不可说叫歌名 歌名的名字叫不可说是吗 哇 对 你以为他说的是这歌名不可说 对对对 你晕了 你晕了 错了怎么办 错了算我的 太仗义了你 夏天梦想有了 我跟你说 咱俩的关系就是郭静和周不通的关系 因为老胡演过郭静 我演过老顽童 说的话就这种关系 那你就不给我钱了呗 不是 我还有下半句啊 郭静多有钱啊 郭静可有钱了 对对对 他又是后马 对吧 他又是动鞋的女婿 他多有钱 行 挺可爱的 这俩兄弟啊 多谢老胡 好 你听好了啊 如果一会电闪雷鸣 就说明你的答案是错的 如果大家掌声雷动 就说明你对了 你听好了 不可说 对吧 道理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 对吧 对了 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你承诺 谢谢把掌声送给美声四季 江左梅郎梅长苏先生 您还在吗 我在 你在 怎么样 你现在心情如何 我刚才听到了那个电闪雷鸣般的掌声 我倒是有点紧张 我分不去是电闪雷鸣还是掌声雷动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现在 你的老哥们李玉已经收获了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听到了吗 下次我来开开门吧 好啊 大家欢迎吗 热烈欢迎胡哥到开门大集的现场 谢谢胡哥 谢谢 好嘞 谢谢 所以接下来你要做一个决定了 第六扇门一万五千元 要不要继续走 见好就收吧 真的 别继续了 要不然这一万块钱我拿不 给不了人家买画饼 惨了 因为接下来也没有求助了 接下来只有孤军奋战了 所以 所以我就 我就不接着按这门了 见好就收 对 见好就收 大家同意吗 行吧 恭喜李玉今天收获了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李玉来到开门大集 再次感谢 再次感谢